主料,糯米1000克,辅量,酒吃,温开水凉碗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准备材料,糯米提前浸泡12小时左右,放入蒸盆中铺平,用筷子插小洞,蒸20分钟左右,洒适量水调匀,再蒸15分钟,蒸好后,倒入盆中量到60度左右, 边倒温开水边用筷子搅拌至30度左右,三分之二的酒区粉散在饭上,拌匀,装入容器中压紧,中间挖洞,倒少许温开水,再把剩下的酒区粉倒入洞中和饭上,三天后,放点糖搅匀盖好放入冰箱冷藏,烹饪技巧,容器,勺子和筷子等不能有油,发酵是要保持30度的温度,我是老妈帮我的, 用热水袋或变热毯都行,喜欢吃的话一次可以多做点,冰箱可以放一个月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